哈喽大家好,我是一根热爱电影的老条 虽然除夕已经过去了多天 但是在这里,老油条还是要祝福大家新年快乐 在新的一年里,万事大吉,事实顺利 本集为大家带来一部非常悬疑的电影 王国,又名《李师朝鲜》 讲述的是一个古代国王被复活成为丧尸 引起灾难的故事 故事要从一个虚构的古代朝鲜时期说起 夜晚,富丽堂皇的皇宫显得格外空荡 在月光的影照下,还有那么一丝诡异 一名身穿白色服饰的太医李承熙带着自己的徒弟丹尔 跟随着侍卫的带领,他们走进了王的寝室 在进入之前,太医再三嘱咐徒弟 千万不要偷看王的住所 他们此次前来,是为了帮助王治疗病根 师父携带了一大包各种银针 徒儿则端着一副熬好的中药 战战和和之下,丹尔将药递送到莲子的里面 莲子的背后却发出诡异的声响 正当丹尔抬起头查看时 一股巨大的力量将他拉了进去 随着一声惨烈的叫声 宫廷越发显得神秘可怕 第二天,街头出现了一张用血写下的告示 告示的内容如下 或者用眼看,用耳听 用嘴说方才可能 而现如今大王,闭着眼,堵着耳,保持沉默 这如何能够说是活着 最终大王驾崩 一股新风必将刮起 告示的内容大概就是说 王其实已经死了 仅仅用了一个晚上 全程遍布了一百多张枪筒的告示 负责调查此案件的人 就是禁军首领赵范日 他的职位类似于黄都的守卫军 直接听从王的指令 因为这么一张逆反的告示 赵范日下令处决了巡业的守卫 势必要找到写内容的人 将他们抄家滅租 在当时的时代环境下 能够读书写字的人寥寥无几 再者,能够调动这么多人做事 肯定是一位有政治背景的人 首先将渡城附近的书院学生抓了起来 不分清空造白 一顿户刑强行逼供 终于一名书生受不了刑罚 将自己的心声说了出来 这个王朝 最大的逆贼到底是谁 是我们这些手无夫妻之力的柔弱书生 还是那些掌握大权 贪污腐败的贵族 他所指的人就是目前的赵学州大臣 赵学州质疑出生 是不是世子在背后指使 世子,也就是王朝的王子 是最有可能继承王位的人 而男主名为李仓 他的身份比较尴尬 他的妈妈并不是王后 而是一名妃子 由于王后没有男孩 所以他便成为了世子 但是,如果王后有了孩子 按照规矩 王后的孩子是最正统的王位继承人 尴尬的是 现任王后确实已经怀孕 并且还有一个月就要生产 就在这么关键的时刻 王因为病急,倒下了 这一病就是十多天 这期间,除了赵学州和他的女儿王后外 没有任何人知道目前王的情况 当然,除了当时的太医 身为王的儿子 父亲病重 自己却不能够照顾 世子跪在王后的门前 祈求王后同意让他见他父亲 由此可见 世子在王朝中的权力有多么卑微 赵氏家族在朝中的影响力有多大 世子问王后 王是不是真的像谣言所说一样 已经去世 王子却反问世子 在下人面前违抗我 是痛恨我这个年轻的娘 还是即将要出事的兄弟 每一个字都带着刀锋 稍有不慎 世子便会以不孝 逆反的罪名处决 满枪怒火的他只能将怒气发在下人身上 下令召集了自己的乙威斯 也就是贴身侍卫 他命令侍卫去偷王的病治 里面记载了王每天的用药情况 这种东西是王最大的隐私 每天24小时都有人把守 偷拿病例会导致侍卫被开除 严重可能要杀头 世子威胁他 不去的话会举报他 偷拿水果好吃的事情 并用当晚世子晚餐的肉饼做交换 再怎么说 世子的保镖已是高级官员 为什么连吃的食物都紧缺 由此可见 当时的官员俸禄时有多低 世卫的家中有一名漂亮妻子 现如今已经怀胎七八个月 为了让妻子补充营养 他时常从世子这里偷拿食物 世子已是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两个人经过协商 世卫还是答应了帮世子偷兵制 到了午夜 世子决定冒险去王的寝室查探一下 奇怪的是 世子偷听到下人间的对话 说是王消失不见了 更不解的是 走廊出现了一个头发杂乱 发出怪异声音的怪物影子 当他打开门时 发现的却是禁卫军召饭日 他对刚才出现的怪物视而不见 认为是世子产生了幻觉 声称王现在正在寝室休息 并把刀架在了世子脖子上 阻止他前往王的寝室 世子也不是傻子 赵翻日如果杀掉世子 可能会株连九足 世子打开了寝室的门 却没有看到王的身影 反而进到了赵薛舟 明明是皇宫守卫最森严的地方 赵薛舟却像在自己家一样 来去自由 他还告诉了世子 怪物他倒是没有看到 假装孝子 却想着王死的逆贼 他倒是看到一个 言辞背后 暗指告示的事情和世子有所牵连 回到自己住所后 侍卫拿到了王的兵纸 里面记载十日前 王感到头痛发热 无法得知病因 太医们盛上了几次汤药 并没有好转 百药皆没有效用 后面再也没有医药记录 最后的看病太医是李承熙 他是在三年前辞职的御医 没想到 他竟然会被再次召进宫里 这里面肯定隐藏了什么秘密 世子决定要微服私房 调查个清楚 另一边 一个名为东来的地方 有一座池绿轩 这是一所医院 主人正式御医李承熙 里面住的病人 大多都是穷苦人家 由于当时的时代背景 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连医院里面都没有足够的粮食给病人吃 大多数时候都是用野菜煮汤 暂时充饥 整天都喝这种东西 老人早已感到厌倦 旁边的医女好心劝说老人 吃了病才会好得更快 并且安慰大家 过几天就会有粮食运过来 永信却在一旁添油加醋 等到粮食来了 恐怕人早就饿死了 顺便还随口吐了谈 她询问李承熙神医什么时候才会回来 医女告诉她 像她这种病 只要闭上嘴就能够痊愈 这表明 永信并不是因为生病才来到医院 可能是另有目的 此时 李承熙骑着马 拖着一口棺材回来 里面正是自己的徒弟丹尔的遗体 尸体上面有很多被咬过的痕迹 她对于这些伤口 漠不作声 没有回答医女的疑惑 画面来到了隐心家赵学舟这里 朝中的所有大臣坐在一起商议 因为赵学舟发现了世子逆反的书信 他决定要派人将世子关押起来 其中一位大臣表示 这么做太过于草率 可能会动摇国家的根基 赵学舟当着所有大臣的面 将反对者安在了桌子上 如果不是你们这些纸上谈兵的书生 前两次的抗磨战争怎么会输掉 我说要关押世子就关押 谁也管不了 下面的其他官员不敢有所反抗 赵藩日带着进军来到了世子的宫殿 搜遍了每一个角落 都没有看到世子的身影 此时的世子早已经来到平民区打探消息 从当天晚上的守卫口中得知 李承熙确实进过宫殿 不过在第二天 便因为徒弟身体不舒服为由 离开了皇宫 想要得到更为准确的消息 世子决定找到李承熙本人 要从都城跨越九百里前往东来 因为他知道 他如果再次回到宫里 可能再也没有机会出来了 之前的告示的确是他在背后主使 许多人都在逆反书上签字划牙 这件事情已经被赵学舟知道 想要翻身 就一定要捉住李承熙这根稻草 作为世子的贴身侍卫 他却一点都不知道 可想世子对他还是有所顾虑的 他们刚刚前往了东来 便有人给赵学舟通风报信 赵学舟下令 让自己的儿子带十名精英前去东来 后面紧随其后五十名金军 见到世子之后直接处决 李承熙暂时还有用处 不能够伤害到他 这一天 义女刚刚采药回到赤驴轩 发现大家竟然在开心的吃着肉 虽然不知道吃的是什么 但是非常美味 厨房的勇信忙得不可开交 声称这肉是自己从山上打到的路 医生对此感到很疑惑 但是大家都能吃饱 也不管什么来历了 当他盛汤时 闻到了肉的香味 差点就要喝上那么一口 转眼看看外面的病人 还是先让他们吃饱吧 可是勺子摇上来的时候 他发现锅里竟然有一根手指 外面的病人都吃得不亦乐乎 他不忍心告诉大家 拉着勇信来到一间屋子 他知道那是丹尔 他怎么可以做出这种事情来 勇信告诉他 无论怎么样 他都会想尽办法活下来 死人相对于活人来说 活着更为重要 但是他并不知道 他的善意 引来一场巨大的灾难 病人喝完汤之后 开始狂吐不止 陷入昏迷状态 一时间所有的病人全部倒下 医生以为他们是食物中毒 尽快去抢救病人 没想到 身后的小孩将他扑倒在地 紧随着惨叫声 惊动了屋里的医女和永信 外面的义女已经被尸变的人群包围了起来 门上流着鲜血 池律轩陷入一片火光之中 另一边的世子经过长途跋涉 终于来到了遥远的池律轩 奇怪的是 房子大门紧闭 周围布满了尖锐的武器 刀锋上能够看到一丝血迹 里面也是布满了尖锐的竹子 貌似和什么东西大战果一样 两个人冒险闯了进去 里面的场景堪比非虚 到处都是被破坏的痕迹 满目疮痍 令他们感到震惊的是 地板下面竟然藏着一大堆尸体 经过当地牙役确认 总共有48具尸体 从尸体的样貌分析 都是穷苦人家 此时的官员 正在庆祝新的福祉大人到来 一片欢声笑语 歌舞声平 奢侈的失误和守卫形成强烈对比 赵凡八是刚刚上任的福利 他是赵氏家族的人 刚刚到来 便遭遇到了重大事件 将所有的尸体摆放在府衙的院子里 不由分说 下令抓捕嫌疑人永信 宫廷中 一队人拖着一个布袋 上面滴着血迹 滑着小船扔到了花园的小湖当中 湖底出现了多个被绑的麻袋 依稀能够辨认出来是人的模样 世子通过卖草药的男子得知 依女这几天一直在寻找一种生死草的药 传说只有常年结冰的洞骨的地方才有 世子带着世卫找到了失踪多日的医女 此时的她像是丢了魂一样 一副人模鬼样 问她个问题半天回答不上来 当问到李承熙的行踪 医女说 所有人都没能逃过灾难 齿立轩的事情和生死草有关系 并激动地说 尸体不能被移出齿立轩 必须阻止才行 刚刚回到齿立轩的永信也是 大喊 询问尸体去了哪里 她冲进了府衙 后着必须毁掉尸体 否则晚上他们会醒来攻击人类 说着就要一把火点了尸体 在众人的努力下 将永信按压在了地上 根据医女的描述 李承熙用生死草复活了很多人 这些人没有人的思维 在晚上会攻击人类 行动非常敏捷 没有痛感 世子对这件事情也持有怀疑 命令侍卫带着医女前期确认 自己去石立轩寻找医书 然而赵范日已经待人在此等候了多时 她奉命要在此处了结掉世子这个障碍 天真的世子幻想着能够和禁军首领活招 没得几下就被按在了地上摩擦 至少证明赵氏也并非是庸才 即将处决世子时 旁边的衣会发出怪异的声音 里面的人正是失变之后的李承熙寓医义 十天之前 她发现王意外死亡 查不出病因 王后再有一个月就要生产 如果王死了 王位一定是世子的 现如今 为了王位 她命令御医像三年前做的那样 让王重新复活 成为活死人 用铁链将其捆绑 等待着王后的生产 齿立轩的事变导致御医也成为了丧尸 她冲出来之后 咬伤了一名金军 和赵范日的打斗中 被砍掉了头 不过赵范日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失变后的手下咬伤了她 没过几分钟 她也成为了丧尸 世子拿起刀将其头砍了下来 腐牙的情况更是一团糟 医女尽力劝说大家失变的事情 然而 大家都挤在一起看热闹 当太阳落下的那一刻 死去的人重新复活了过来 疯狂的撕咬着周围的人群 一瞬间 大家四处逃亡 待世子再次出现时 河对面的村子已经化为祸海 国王的前两集到此结束 后面我会陆续的将后几集讲解 本剧一共分为六集 每一集都暗藏了很多剧情 处处体现出权力之间的角逐较量 是2019年初最吊人胃口的丧尸剧 演员阵容强大 剧情新颖 非常值得一看 好了 本期就是这样 我是老条 喜欢点赞议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了